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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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Nicole 我又來挑戰拍這個情侶衣服 那我們就立刻進入正題 第一套,我稱它為機場fashion look 它的舒適度真的100分 不是,1000分 特別是我和李宗盛這條褲 也是一個運動質材料 是現在韓國最流行的質地 用這條褲來做情侶item之外 上身也有穿黑色的 看起來整個造型就更加有配搭感 特別是它上身這件neats 我買了之後穿了這麼多人 它還說這個拉鍊要拉到一半 剛剛好 上身型格下身就配上一個休閒的短褲 看起來就非常有旅行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坐飛機最需要的 就是一套舒適的衣服 還有活動性和便利 所以我就選了我身上的這一套 現在韓國街上10個有9個韓妹 都是穿這種Y2K運動風場褲 它除了很顯瘦 穿到個人比例很好之餘 真的很舒服 又是一個Summer uniform的節奏 再加上這件上身 我搭配了一個美國復古的T-shirt 配搭這個很可愛的太陽帽 就算我不戴帽子 就這樣掛在頸上 整個造型感都很加分 然後就到這一套 真的擺明是情侶妝的set套 穿上去又不用搭 而且造型感真的回頭率200% 套裝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不用搭又很有造型感 可以像李先生那樣扣上整套 又可以像我一樣打開上身 搭配背心在裡面穿 而且這樣情侶妝一起穿 又可以突顯到男女的分別 其實李先生是第一次試這種Style 但也是一試就愛上了 而且它是一個薄牛仔質地 比水轉中容易carry很多 accessory真的很必須 例如李先生會搭一條皮帶 我就會搭一個比較特別的髮型 再加一件入薄式的背心 想穿上衣服遮手臂的同時 又可以用肩帶出來 看起來更加有層次感 如果想比例看起來更好一點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像我們這樣 摺上衣服就穿 看起來的人會更加收場 下一套就首先介紹我身上的item 首先它這個天蠟色 穿到個人非常有朝氣 而且它修身的設計很有氣質 我最喜歡它的肩帶可以調校長度 調裙適合身 看起來的比例就自然會好 用這一種薄薄的外套去遮手臂 我就配上淺藍色和染脈色給大家看 兩款看起來都非常和諧 然後就到李先生這一套 上身的T恤就是我剛剛穿過黑色美國Vintage風 再配上這條Shop得來又不會噁凸的鮮藍色褲 亦是第一條穿的同款 今次所有的短褲都是這一套 真的超好穿 李先生是包色的買光 這套情侶裝是用藍白色做主軸 所以看起來很有清涼度假風 已經想像到穿這套衣服去沙灘超的畫面 再來就是這套色通襯到絕一絕的草叢保護色裝 這套很明顯就是用一個色通襯去做整個主軸 一起穿整個和諧度非常高 而且看起來更懂得穿搭 首先說一下李先生這個 又是這條短褲 這條短褲真的出場率很高 上身配搭這件極薄的knit 看起來更清爽 戴V的反領 看起來更有休閒感 還有有一種... 嗯... 貴公子? 那為了襯她的貴公子風 我就襯了眉公主皺的短皺 其實這樣上身girly 下身boylish的混搭風 現在在韓國也是非常流行的 然後我就襯上現在最流行的這種霜臉 那就... 對了... HIP 接下來就是我個人私心最喜歡的一套 首先我們用了牛仔的item去做配合 然後其實我條水花裙的水花是綠色的 就更加襯李先生的綠色 再加上我穿了一個襯衣 可以跟她身上有領的襯衣 又可以做一個膚型 李先生這一套就做一個大膽的狀色 而且這條牛仔褲 沒錯 就是牛仔色裝的那條牛仔褲 又示範多一個穿髮 然後就到我了 首先呢 這條裙 除了她是任何人穿都carry得到的一個水花裙之外 她還要肩戴可以自由綁法 還可以調長度 再搭這件其實是李先生的白色襯衣 她的透薄感有種抓衣的感覺 又可以用來遮手臂遮太陽 Nice 然後下一套呢 就是用這個牛仔褲和黑色做配搭的 我們兩個style都是以休閒為主 李先生身上的襯衣是一個比較透薄的質地 但它有一點反光的 所以看上去很有質感 還有這一種涼鞋拖鞋 也是韓仔的必備品 她說整個造型看上去會更加casual 然後就到我了 因為我的T恤是一個over-sized 我就會把T恤塞在腰上 露一點肉出來 看上去就更加會有一個層次感 加上這條裙前面有這個開叉 157cm的 我都可以輕鬆carry 頂帽就這樣掛在頸上 前面看其實好像一個chocker 後面有多頂帽可以做一個修飾 好 最後一套全黑的情侶妝 雖然我是全黑 但是整個視覺效果看上去都是非常清爽 還有夏天 我們都是穿短袖和短褲短裙 再加上我是一個碎花裙 還有加一點白色的元素 這套衣服 因為比較低胸 裡面可以配多幾層裙 令整個造型更加有完整感 李先生這一套 因為上下的布料都是清爽的質地 整套套裝感 然後我特別想說這件襯衫 無論是整套套裝 或者好像我這樣當罩衣穿 或者好像剛剛李先生 就這樣casual穿也很好看 好了這幾款就是我們的summer pick 希望給大家參考價值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